我身为好 自由的风险 今年一夜刚接任兰恩文教基金会执行长一职的马拉乌士 带领着兰恩同工进行每天的成根 就是要激励同工在每一天都有满满的喜乐 服务兰宇将近36年的兰恩文教基金会 1977年9月因为一位年轻基督徒林茂安 在上帝奇妙带领下自身前往台湾东海面的兰鱼 1979年的夏天将上帝的祝福 以社会的爱心播撒在兰鱼更建立了兰恩 不过近十年天灾地变多 国内三星捐款改流向其他县市 捐款逐渐减少 兰恩文教基金会这几年开始传出财务危机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500万的财务缺口 其中含人事费现厂商的这个费用 还有我们的经常性的车辆的贷款 以及我们对外部的企业所借用的薪资跟借用的费用 兰恩文教基金会平日靠着三星人捐款维持营运 但仍是薪资占总支出的约42% 36年内财务短缺 造成员工轮流领薪市常有的事 当时有的同工从单身到婚或有家庭 庞大的经济负担因为薪水不稳定 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基金会的全体的员工将近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领薪水 当时我那时候是还没有就是步入家庭 所以当时是单身的一个身份 财务上是还OK 可是有很多有家庭的同工 都是同工都这样子借钱这样来过日子 每几年就是都会有就是很不稳定的状态 比如说可能我们会就是到年底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会发不出薪水 然后比如说大概两个月或一个月 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会轮着淋薪水 电台广播主持人将来与主任的生活点滴 用亚美族语及国语双语在岛上广播着 蓝语广播电台借着语言将生活经验 文化精神传承给下一代青年子弟 蓝语幼稚园更是岛上唯一的私立幼儿园 提供岛上母体的基本养分 蓝语双周刊记录亚美所近30年来 传统文化上的转变及岛上的变迁 可以说是记录蓝语的一步近代时 蓝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单位 不然是说因为它都有会举办一些 像母鱼的歌谣比赛 它会有一种文化传承 你看像江公所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你看但是蓝恩反而它会拥有这样的一个领域 说它喜欢蓝语 它就要把蓝语的东西留下 为了维持目前正常的领域 蓝恩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未来将推出新蓝恩运动 解决目前财务困境 我们三年计划让蓝恩的发展 从传播事业广播电台跟网络的整并 跟杂志的整并上面去思考 那在文创上面能够凸显蓝语的音乐文化 跟生态的智慧 在传统的地下屋跟文物馆 能够让蓝语的传统的建筑知识 过去的我们的文化历史 能够呈现出来 蓝恩文教基金会财务困境 造成营运危机 就像是灿烂的夕阳落入大海 想要在续日东升 未来是蓝语全岛族人 及蓝恩文教基金会 全体员工的重要课题 记得下面列个大圣台东来语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